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終於回到我自己的頻道拍片給大家啦 今天來到這個IFC 我就要去Sephora給大家一些化妝品上的驚喜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都悶了 想買一些新的化妝品 想買一些新的褲色 如果想買新的化妝品又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看這條影片吧 先訂閱了 追蹤我的IG 追蹤我的Muse TV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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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選Sephora呢 因為最近在Sephora的IG看到它有很多新的開放 好像很棒 不如來一個Full Fate的Haul給大家看吧 Clay Deport 我們在Suping Clay Deport 請留意我們接下來很快跟Clay Deport的合作 但急著我們先來Sephora 這一間就是Sephora回來香港Relaunch的第一間店 就是IFC這裡 今天來和我拍片的朋友 就是我們的新同事Kelly Kelly 你有沒有喜歡什麼特別的牌子 Clay Deport 騎著呢 Sephora有的有沒有 Fancy Beauty 我最愛 Fancy有很多新的 有客人啊 你不要妨礙那些客人 等一下 客人慢慢來 Fancy Beauty 由它還沒在香港Launch的時候 我已經在說它了 所以我真實Fancy 今天其中一個最興奮想試的一個產品 就是它的這個Fancy Icon 新出的唇膏 嗚 嗚 這樣子的 這個很漂亮 我就上網看了好幾個顏色 我自己很想試這個 它是一個比較型格的 專紅色 唇膏和蓋子是分開的 這個Pork是105元 唇膏是185元 我有個朋友羅天宇說 他之前用Tarte的粉底 用完的了 但是他說都很好 那我就想試一下好不好用 因為我自己呢 本身是Shape Tape的一個超級Fancy 它們的皇牌concealer 超喜歡 我已經用了很多年 它現在呢 就有一個Shape Tape Cloud 雲的感覺 的一個Foundation 就在這裡 嘩 感覺它是充滿光澤的 是一個345元的Foundation Light as Air 這個真的要上臉才知道 Medium Coverage 那我呢 平時Shape Tape 我是用Light Medium 那我這個就買這個 Light Medium Neutral 粉底油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 Anastasia新出的一個唇膏 這個是它的包裝 都很優雅 Rose Gold的設計 我看到呢 這個是在TikTok的世界 或者在那些 美國的Instagramer的世界 是超熱的 Peach Ember 這個顏色也挺特別的 然後 Rare Beauty 為什麼來Rare Beauty呢 因為Rare Beauty都有一個新階 我很喜歡它們的一個Blush 一個Liquid的Blush 但是這個系列來的 它現在這個系列 出了三個新色 在這裡試一下 這個是Believe 這個是Hope 還有這個是Encourage 這個有三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偏初戀色 叫Believe 這個是比較深色的 就是Hope 可能你是個人比較暗 要想到希望就可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顏色就適合亞洲人 還有適合我多點 所以讓我回去試這個 抹著手 我們可以去選眼影 哦 Sephora新出的Palette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它是有一條帶子 去沾著它 在化妝袋就不會飛出來 它有四個顏色 我選擇Eye Shadow Palette 一定是選擇一些實用一些的 這些啊 這些啊 我們開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什麼顏色 一個粉紅一點 一個橙色一點 感覺上這個好像太深色 比我自己來講 這個可以日常一點 感覺比較年輕一點 不如先選這個 就選這個吧 這個Palette超便宜的 6個Shade是140元 140除6 真的是23.2 一隻顏色 這個閃得很漂亮 Cally 知道什麼Beauty Blender是嗎 一定要濕水才好用 當然啦 你是不是每一次化妝都用 是啊 買了當然選個新色 Color changing的 這個應該是那些 濕了水會變色的 有一個Skin Care我想說的 Super Group Super Group就是一個防曬的品牌 它就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防曬產品 有令面的 雅面的 噴的 有一支Stick的 茶的 碎粉的 碎粉都有 因為我平時 我會用這個 洗完臉之後 用這個 當作Cream茶 Cream 和防曬 一起的一個二合一 出來的質感 就是比較雅面的 那我今天想買一個新出的 維他命C Serum SPF 40 Daily Dosa 哇 超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之前的這個Cream 是比較厚的 小小小 厚一點的 大家看不看過 質感的分別 這個是水 這個是Cream狀 大家知道 在Sapphora付錢之前 很多的mini size 有什麼最值得買呢 Super Group的迷你版 你放在小塊包裡面 完美的 140元 可以用很久了 你多好會用一支防曬 雖然大家每一天都要用防曬 我們現在立刻回去試試試 大家好 我們現在回到我的辦公室 我們可以 review一下 Sapphora的這些 新的 Launches 首先 第一個 Super Group的Daily Dose 它有維他命C 也有SPF 40 我最近都很迷這個 維他命C的產品 我自己另外很喜歡 我已經用了兩支 Skinceutical GE 維他命的精華 我覺得那支是無敵的 我如果要拍一支Skin Care的話 我覺得那支是我今年最愛的一支Skin Care之一的產品 哇 有了 這支Serum它的噴射力非常之高 用的時候 小心它噴到周圍 我用過的所有維他命有關的產品 它也是有一點點黏黏的感覺 它純粹是一支令到你皮膚有一點Dewey finish的一個finish 但是如果你說維他命C又有SPF又可以當Primer的話 這個Combination應該可以了 好 接下來下一個第一樣要用的化妝品就是 Shape Tape Foundation 我聽過了 這支是我用的Shape Tape Concealer 已經用到花了 這一個就是Foundation版 但是稱為Cloud 我猜它的意思是想說它好像Cloud那麼輕 我還要開這個Beauty Blender Beauty Blender上面有這個Wet Me的字 我總共就擠兩噴的份量在手上 我就試一下它的遮瑕如何 大家看到我皮膚今天都長了少少暗瘡 青春痘 我皮膚就算是輕微的少少 oily skin 皮膚比較乾 所以就會出油 我就不是那些乾到裂開的皮膚 所以我就算是少少 oily skin底 這個粉底真的好light 完全猜不到 Shape Tape這個系列 即是說那支concealer的遮瑕度超高 即是無論你有多誇張的眷容 黑眼圈多像熊貓 多少天沒有睡覺 那支concealer都一聲幫你擦掉 但這個粉底完全是很輕的 看到那個光澤嗎? 你不會覺得我好像很重粉一樣 我不是用了很多 我只是用了兩噴而已 在半個臉上 但塗上去一點都不覺得厚 質地很像皮膚 因為這臉我有一些暗瘡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遮瑕力 我猜它的遮瑕力也不算高 雖然它的名字叫做Medium Coverage 但因為我用了Beauty Blender的關係 它就會令到遮瑕度減低 好處就是可以推到粉底自然一點 我在任何情況下 都一定是用Beauty Blender為主 因為永遠用對的粉底 再加上Beauty Blender是四半公倍的 即是如我所料 那粒瘡不是遮到光 我想遮到六成左右 我試那個concealer給大家看 因為那個concealer 通常是歐美妝 喜歡很全遮瑕的朋友 就可以用這個concealer 快用完了 但如果你是普通的上班族 不需要太重遮瑕 粉底的朋友 其實這支粉底都很好 你會看到Shade Tape的遮瑕膏 是真的超強的 立刻一下遮瑕我的粉底 雖然這不是一個新的launch 不知為何我會跟大家說 你看看這個concealer 這邊是超黑的 它有兩個texture 一個是cream狀 一個是普通的 沒有那麼moisturized 就看大家喜歡哪一個路線 我兩隻都可以的 補完concealer之後 立刻生慢了一點 所以很搞笑 它那個concealer和粉底 感覺上完全是兩種產品 這個是超自然 很漂亮的皮膚質地的粉底 不是那些塗完之後 你整個臉都白了 flat了的粉底 下一個我要試的 剛才好像沒有拍到 但是我選了這個 Rare Beauty的setting powder 因為這個setting powder 我看到它的finishing也挺漂亮 它這個除了我的logo之外 它有一個蓋子可以蓋著粉 很多時候那些碎粉 一開蓋子 飛到周圍 但是這個就不會了 因為它有一個小蓋子 平時如果用碎粉 我都會用Beauty Blender上的 就會用這個 放在蓋子上 我最近就喜歡 局部性地上碎粉 全臉都上的感覺 又會很硬 拍一些在這些highlight位裡面 還有鼻子 還有T字位 令到我的膚質是可以平均一點的 它有兩個色 一個是light 一個是light medium 我選了一個light的色 因為如果你選一個不對的色 你拍照有閃光燈 就會 白色的鬼 所以選碎粉 都是很講究技巧的 不錯 值得入手 還未踩到雷 encourage 我之前拍片的時候 說我很喜歡 Gray Beauty的blush 就是這個bliss的顏色 這支是新色 encourage 這支是bliss 試一下這個新色 看看亞洲人身上如何 而且我最近喜歡的blush 塗在這些位置 我逐邊試 太多太多 太深色太深色 快點 嘩嘩嘩嘩嘩 是厲害的 大家如果選擇encourage這個顏色的時候 不要太多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要用掃 如果大家用這個blush的話 我想用一滴 很小滴已經足夠 嘩 好厲害 我自己會喜歡我之前的bliss的顏色 我試給大家看看bliss的顏色是怎樣 好 好有一種 初戀 是一種 初戀 是一種清純的顏色 但這個encourage 就是一種 night look 你會很有煞氣的話 我覺得OK 但如果你先走平日路線 上有一種清純 清新 有一種剛剛開花的感覺 我覺得bliss就適合你了 這個encourage是行的 立刻有一種血氣方剛 整個人好像做完運動那種感覺 好啦 下一部試的 不如試這個 Pocket Palette 這個Sephora 喜歡化妝品的朋友 一定會喜歡收藏眼影盤 要是收藏眼影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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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是最值得收藏的 啊 開不了 剛剛使用指甲 石頭很厚 抱歉 很失禮 好啦 這個就是剛才的palette 它有一條膏在上面 我們可以揭開它 它一個是base color 然後三個shimmer 今天呢 就想試一下 用這兩種顏色混在一起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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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呢 大家對Sephora collection 有沒有認識 我相信可能進去Sephora 都是在想 我要買一些他們入的品牌 就是Fancy Beauty Anastasia 很多這些不同的品牌 但其實呢 Sephora collection的品牌 是性價比很高 而且是很好用的 即是呢 我之前用過它的面膜 它的皮膚 或者是一些唇膏 其實都是很好用的 就像這個eye shadow palette 我用它的時候 它是不會很飛粉的 這些顏色是我平常自己 喜歡用的顏色 雖然在平常人的世界 就會好像乳乳地 其實呢 我教大家一個 非常之簡單的技巧 就會看上去 沒有那麼乳的了 就是用一些閃粉 塗在眼睛的最中間 這些位置 有一個立體感 就沒有那麼乳的效果 看片的你 是喜歡歐美的眼影 的話 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我皮膚不夠白 去拿這個palette的顏色 剛才不是有四種顏色 可能我會選 爸爸的那一盒 這盒就會適合 如果你是皮膚 白淚透紅那種女生 就會很漂亮 這盒就很適合你了 好了 接著就是我最喜歡的環節 就是唇膏 今天就拿了兩支唇膏過來 一支是Anastasia的這支 Tow Beige 這支管很漂亮 Rose Gold的感覺 很高級 第二支就是我最期待的 Fenty Beauty Jesus Fenty Beauty 這是我最喜歡的 任何Fenty Beauty的產品 我都是捧場客 我都一定會試 隨手一納 這個是我化妝袋 Fenty Beauty的cream Fenty Beauty的stick 還有粉底 Fenty Beauty所有產品都用過 真的不是全部我都喜歡的 我想可能有七成的東西 我會喜歡的 我們可不可以來一個ASMR moment 究竟我先試Anastasia這支 還是Fenty Beauty這支 我想說一個有趣的細節給大家 因為它的唇膏是沒有那個shade name Fenty Beauty這支唇膏 是把那個顏色黏了一張貼紙在這裡 那你就不會亂了 你就會知道自己塗什麼色 這個細節很值得提及 挺好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換包裝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用什麼色 如果你要回去買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買什麼顏色 你明白那個感受嗎 我們不如先試這支 Anastasia Talpe Beige Lipstick Time 我腸有點乾的 麻煩你 不要怪我的皮 I don't think this color is for me I should have tried it at the store 我對不起觀眾 我應該在店裡試了顏色 先說了texture 它是很creamy 但它不會很creamy 特別濃郁 有些唇膏一塗就是 嘩 立即衝上色 它這個也要來回幾轉 首先這個是No.1 這樣上去 你比較容易塗 你沒那麼容易拿東西 這個顏色就 really not my color 它是satin finish 它就不是mat finish 如果你去一個 有dewy光澤感的妝容 它是不錯的 但這個顏色就是 not my cup of color 買紙巾的顏色比上嘴的顏色 大家看到嗎 它的顏色超級乾 一個是SASA買到一個10元的人的唇膏 我超喜歡 接著我們就試這個fancy beauty fancy beauty 你不要令我失望 知道嗎 我對你好有期望 我很希望可以每天帶你出去 知道嗎 它有一種很淡的 但不像唇膏味的味 但我想說 我想說 我想說 我喜歡這個顏色 它塗下去的感覺是很薄 很舒服 很容易塗 相比Anastasia的唇膏 是偏雅色 但它也不是雅色 它也有少少shiny的 質感我超喜歡 70%creamy 30%liquid lipstick 的那種感覺 是一種很特別的質感 你塗上了就明白了 我喜歡它的味 有點像 我不會說 大家去試一下 這個味道 還有這個顏色 我現在塗得重手了 我覺得如果塗輕一點的話 會感覺上 好像我自己的天生的唇色 但最美一點的感覺 我現在只是擦走一些 中間不睏 它完全像是我本身唇色的感覺 超高分 我這個顏色叫 Skola Sister Great Color 好開心 而且它的包裝漂亮 真的100分 今天的總結 如果你是平常的護膚 routine 無論你化不化妝也好 皮膚去混合 SPF 是讓你做少一個步驟 又可以保護你的皮膚 所以我也是絕對會推薦 然後就是粉底 我覺得粉底 如果你用Shape Tape 這個Family的話 不要期望它是一個全面 很強的粉底 還有其實我自己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 COVID之後 其實都不是很流行全面 的粉底 這是我自己的心底 所以我覺得 這支Shape Tape的粉底 是很適合現在這個 trend 因為它給了一種很漂亮的 皮膚的感覺 的一個粉底 也都不太貴 三百四十幾元 但我剛才記得好像是 那個blush 可能是不太貴 我自己會選這支 Bliss 都是從Rare Beauty的 碎粉我覺得非常好 我自己是一定會 保持著用這個碎粉 因為它給了一種自然的光澤 I like光澤 You know Who doesn't like自然的光澤 Beauty Blender 都不用說了100% 喜歡什麼類型的妝容 都一定要買的一個粉底 然後唇膏 Anastasia 選錯的顏色也很交關 那個顏色真的不喜歡 在質素上 它算是一個 比較傳統的 Cream狀的唇膏 因為它能否耐性 我就測試不到 想知道它能否耐性 可以自己試或者留言給我 我考慮一下 再拍給你聽 之後就是我這支影片 最喜歡的 Faker Mosso Fenty Beauty的唇膏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現在想補一補 我已經拿捏到怎樣塗它 就是塗中間 這個好漂亮 好喜歡 好喜歡 Scholar Sister 這支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多些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還有要去我們最新公司開的Muse TV 你們只要搜尋Muse TV就會找到 這支影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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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